语言、佛语以及器方面教授禅修的权利 并且能够获得授权、授持 佛语三面耶事言 结下将来成就佛陀的圆满受用生的缘起 考虑一个故事 你准备得描 孙称 如同菩提金刚者 如同菩提金刚者 如何赐佛大供养 今未救护有情故 请及赐我空金刚 老板 梁畢跟你挣抢 事儿子亭又有 我们的糖尿 这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这些东西的东西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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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最后一句祈祷文当中提到 请集赐我空金刚 就是请当下赐我虚空金刚的意思 这一段的话非常有意思很重要 所谓的心的本质 它究竟来说是不生不灭的 是离于一切千变的犹如虚空 当我们了悟到心的究竟实相法性的时候 会晓得原来心它的本质自信跟虚空无有丝毫的分别 而你对这样子的了悟会有一种明察的认识 这样子明察的觉知 与对空游如虚空的这个层面的了悟 两者不备 并行不备 就是明空双运 就是五身的明空双运 是三双运 没想要 folder 这四双运 是甚至三双运 你训练 性主耐 是 以上就獲得了極無細論般若智慧冠定 見到了兩種談成並且去除了心意以及身體當中敏點的蓋上人物 獲得能夠修持模擬到依他身手印之餘且的許可 並且能夠獲得授權守護心意的三面野誓言 接下來將來成就佛陀法身的緣起 因為他們在紮私心兩部後 ū— 民主 ARE事人是後來做的 和平成的一個合適合 連臨有一起的留意 但是一下去我們買回來 在中華人士的宅視上 你知道自己的事情會嗎? 那些事情會有些事情會有關 我來訪問他們自己的情報 那些人 給他們一點 也要想當然 我還以為自己的情報 如果有一些情報 Niet吃東西吃東西 很多血 你等 也吃得在自己的腦子 臉胞 天啊 像原來想說 你還是想要什麼 你ません 前面这一段是关于所谓的他生手印、夜手印的教授 如果能够如理的了解他的道理的话 他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没有如实的正确认识 他有很大的危险性 在这个教法当中提到了 所谓依止着脉跟弃的与且修法 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看待一切 看待彼此 是以无有二职、无有我职的方法来看待 是以这样子的方便方法去趋向 去见到新的实相法性 在内心当中展开自信的大乐 这些所谓的依卖器跟夜手印 或者是他生于且的道 都是一种辅助 在密法当中辅助令我们见到自信大乐的 从轮回涅槃两方面来看的话 这个是在如理通达的轮回的要点 与轮回法相关的这些法门的方面 来了知真正的涅槃的意义 也就是先生起乐 然后禅修乐 了知到乐之后 晓得原来这个乐的本质 不离于自己的心的自信 乃至于了解到外在的色法 也是不离于心的自信 在这样子的了悟当中 心的实相的境界里面 是没有任何的能取索取的二元对立的 也没有自他的任何分别 所以依旨这样子的于且修法 不存在任何的我职 不存在任何的嫉妒 最终能够以此而现见 自他无别的无二性 所谓的佛父佛母天尊的禅修 他的要义是如此 通达最终是无别的 是无二的 原来大家的心的本性是一 要了解这样的意思 否则的话 只是以世俗男女的相 二曲相来观待 男的观待彼此的性别 或者观待彼此的外相 而觉得很糟糕 这是构筑轮回的一种观念 实际上秘法里面所讲的 依他生于其并不是如此 如果没有正确认识的话 会有很大的危险 人生于其他 Zalwa Ta 大将旧碑 终于是 南喀多吉 定大作 如同菩提金刚者 如何赐佛大供养 如何赐佛大供养 今未救护有情故 请及赐我空金刚 请及赐佛大供养 今后我们能够 来个大供养 今后我们能够 来个大供养 这是我的妈妈 是孩子的 但是,我说 挺多的 挺多的 我们 treat 那我就能够 那么做得太多 但是,我们就做得很 如果我们就做得很 would be 然后,我们就做得很 這一個灌頂是立斷的灌頂 立斷真正意義的灌頂 所謂的立斷是不管陷起任何的分別念 都當下把它給截斷 就好像是當一個人的頭被砍下來以後 它就不能夠發揮人的作用 同樣的陷起任何的妄念分別時 立刻掌握究竟的見解而對之 而看待妄念 如此會了知心本性是無二 就是佛陀的無二制 當分別二曲的妄念心平息時 我們就會見到心猶如虛空的面貌 這個就叫做大院版教法當中的立斷 對任何的念頭都當下以見地而斷它 每天從來買到裝潢 之後都要把電動給下 帶著氣、魔法的面貌 這罩子會給我 我們一條十分裂 所以我們做的東西 我們去向小聖地 就跟小聖地撥 收了小聖地撥 而且我們要不要這樣 你去判斷了 所以我們彈爬 我們要求的 香港怎樣isf 人 Giambn群 我既都穿了 叔叔 我穿了 在庸俗的念头当中 我们看待自他的立场 是从自他有所分别的角度去看待的 看待自身的立场 会把心跟身加以结合 但是实际上毕竟身是有为法 而心的本性并非有为法的 心的本性犹如虚空 如此把身心扣连起来的执着心 从根本上来讲是完全不存在的 也就是说心的本体当中 它的自信是离于而取向的 当我们见到事物 了知道这样的这一层 看到事物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把见到事物 跟所见事物为真实 这两件事情给扣连起来 即使你会见到它 但你不再会认为所见等于真实 但这个时候你不会也不执着真实与否 也就是所谓的不思真也不思假 所谓的无分别是不思真也不思假的 对于所见的禁 了知道它是无真实性的 但是同时你也不执着 它是否有真实性 不落入于尿的束缚当中 以这样子来看待妄念 在大圆满立断的教法当中 有时候会说运用一声派字来断出分别的相许 感谢观看 将军 将军 登吉拉 朱斌 借德 德滋 大将 九八 东吉斯 南柯 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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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菩提金刚者 如何赐佛